今天,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,杭州在国内各个领域的发展也比较领先。 杭州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城,也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。 说起杭州的旅游资源,人们一定会想起西湖,但是杭州除了西湖以外,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声今天要给你们介绍的,却是一个名气不大的小镇。 这个小镇的名字,只有杭州人知道,那就是西兴古镇,西兴古镇位于前塘江的南部,历史相当的悠久,在春秋时代,就是我国有名的军事要塞,之后,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,逐渐发展,至今,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。 九十年代,由于历史发展的需要,滨江区将这座古镇化归滨江区管辖,是一座古城,西兴古镇有何值得一游的地方? 首先,这里是浙江东部古运河的门户,自古就是一条重要的运输通道,同时又是一个重要的港口,可以说是古代的一个重要港口,尤其是在贸易上,曾经有一段时期,这里的商人和商人都聚集在这里,生意兴隆,所以也有很多商人和有钱人。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西兴古镇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荣光,清杭大运河从历史上消失,古镇的没落也就随之消失了。 再加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,这里的设施已经跟不上了,这里的一切都像是静止了一样,只有八十年代的建筑还在,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八十年代最原始的建筑风格。 西兴古镇是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它的景点很多,有民国时期的建筑,有茶馆,还有各种商铺,还有一些标志性的桥墩和西施亭,这些都是江南水乡的特色。 西兴古镇的两岸,到处都是充满了江南特色的江南风格,虽然比不上灰派的风格,但是也有一种江南的优雅,由于这里并没有经过任何的城市化,所以这里的生活依旧是那么的热闹。 甚至还有不少的本地人,甚至西兴古镇可以说是杭州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和文化载体,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最纯正的江南风情,尽管现在古镇发展之后,但保护好古城,促进了当地的旅游发展。 幽静的古镇,没有游客。 唐七古镇。 曾经贵为江南十大名镇之首,商古民集的江南富庶之地,如今,大运河不再是黄金隧道,而唐七古镇也回归了平静。 广基桥是唐七的地标建筑,南北乡跨于京杭大运河之上,历经五百余年,是京杭大运河上仅存的一座七孔施工桥。 桥下两侧,各有四个球状避水受护盾,提醒过往船只避让桥体。 县村桥体,由明代宁波义士陈首清募捐重修。 在桥的南车,有一口郭浦古井,相传为解决当地百姓饮水,由郭浦勘测而打通。 在广基桥南车,还有一个戏台,有一方雕刻松鹤延年的砖雕。 唐七库镇是开放式的街区,逛逛老街都是免费的,仅有个别场馆收费。 运河的两岸分别为水北街和水澹街。 水北街上景点比较多,有水北梁站、西窑宅、基督教堂、乾隆、玉碑等,都在沿河的街道上。 漫步随北街,品尝古镇的美食小吃,安静而闲适。 玉碑码头,又称为水北码头。 传说当年乾隆下江南,就是在这里下船。 乾隆玉碑,位于水北街东街,碑文记载了清乾隆十六年,宏内地南巡时,为表彰浙江受灾后未妥欠钱款,免地定税三十万两。 乾隆玉碑,水泪通判亭位于唐七镇水北街东段。 明嘉靖三十五年设立,主要是捕盗,抓捕盗窃嫌犯。 明后期则多从事祭司研,维护地方治安。 清朝初期废掉,这个位置以前整个就是水利通判亭。 唐七老街,由水北街、水南街组成。 现在叫唐七风景街。 在水北街上,有一家唐七书厂。 唐七说书,是旧日市镇的象征。 南来北往的人挺靠唐七。 喝茶听书,是当时最好的娱乐方式。 狼眼街的美人靠,也叫光床。 它其实最初是唐七米市买米卖米的场地。 哈喽,亲爱的朋友们,大家好呀,我们又见美了。 眼前这个地方就是杭州唐七古镇了。 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样一座古镇,曾经是江南水乡中的明镇,有着辉煌的历史。 在以前,这个地方也是江南十大明镇之首。 唐七古镇,乾隆皇帝当年南巡时也曾经来过。 金航大运河从唐七古镇中穿梭而过,给千百年前的唐七打来了繁华。 在那段远去的时光里,来来往往的商船进入唐七时往南北,那时的唐七一定是热闹非凡的。 现在金航大运河上早已没了成群结队的商船,有的只是少许的船只。 原本喧嚣热闹的地方也开始变得平静起来。 走在古镇的大街上,我们就能看见一栋栋古老的木屋。 虽然它们已经被改造成了现代化的建筑,但依旧保持着古朴的风格。 走到这个地方,我们可以看到游客室越来越多了。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老街,它有着明清古建筑,约七百米。 建筑多为专木结构的老房子,保留着白墙带瓦,骨色骨腔的建筑风格。 其实早在北宋以前,唐七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。 元朝张世成拓宽了关唐运河后,人们延唐而期,小镇才出现出行。 到了明朝的洪志年间,广西桥时政群连岸连成一片,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极震。 唐七镇这个地方,在明清的时候富家一时,贵为江南十大名镇之首。 尽管这个地方距离杭州市区有一点远,可能说很多朋友也不一定知道这里,它的名气也没有乌镇西桃那么大。 但是走在这个地方,所带给我的感觉却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。 因为这座古镇就是贴着大运河而建的。 今天当我们走在这里,忽面而来的都是江南水乡风景。 一直以来,我都觉得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,所以说有时间,我就喜欢到处走一走。 走着走着,我们就来到了这一座大名鼎鼎的广际桥了。 横杠在古运河上的广际桥,历史悠久,是运河上仅存的一座七孔施工桥。 站在桥上,我们就可以一览整个唐漆古镇的风貌了。 这座桥没有繁荣复杂的装饰物,它的造型简约修理。 在桥下的两侧,设计的有碧水兽护墩,这些护墩就如同神兽般,在过往的岁月里一直守护着广际桥。 直至今日,历经百年时光的广际桥,仍然坚固地筑立在古运河之上。 如果说朋友们有时间来到千年古城杭州市,那么一定要抽空到唐漆古镇走一走, 因为这个地方有最最真实,最最完整的大运河古镇风貌。 我身后就是金杭大运河。 唐漆古镇因运河而行,历朝历代均为杭州市的水上门户。 唐漆在明清史富甲一方,贵为江南十大明镇之首。 镇之类河道纵横水网密集,是典型的江南水乡。 唐漆古镇位于渝航境内,是金杭大运河杭州段的起点。 运河从古镇中穿过,阳岸是古色古香的老房子。 河上有古桥相连,古镇是开放式的街区。 逛逛脑街是免费的,仅有几处场馆收费。 和杭州的特色,唐漆的物负负。 然而,不收费的广技巧,乾隆玉威,郭普锦,宁河,古仓,博物馆等到是古镇的精华,都是货人驾驶的武器。 博物馆也修得相当有格调,本此,赶至唐漆当年作为水运药金的历史。 古镇是免费的,地铁到西兴站下车步行十分钟即可到达。 拐进西兴古镇的小弄堂,仿佛穿越回到八十年代,走进这里你会发现,这些毫无装饰颇有年代感的房子都是有人居住的。 每个屋檐下都呈现着毫无降气,而略显杂乱的生活真实面目。 穿过这些弄堂,就进入了古镇的核心区域,江南风情十足的小桥流水,粉墙带瓦。 每栋屋子的白墙上满是江南烟雨,青年累月留下的痕迹,自成一幅水墨画。 西兴老街是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规定保护的历史街区之一。 是杭州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组成部分,那跟着胡妈再往前走走吧。 那么西兴古镇西兴老街这边呢,两端连接的是浙东古运河的源头。 是全长250多公里的浙东古运河的起源之地。 途经萧山绍兴尚羽鱼鱼遥宁波,在镇海陈南注入东海。 西兴是南北往来的一个中转码头,南北客商东西货物都需及此中转。 是西兴商业全盛时期的标志。 走在西兴你就能感受到源之源味的那种老街的风貌,小桥流水,低调静意。 那么古镇现在有700多户人家,他们整水而居生活都非常的惬意。 那么在杭州的闹市区能有这样一个江南水乡的这种风格的这种小镇,真的是非常的难得。 那喜欢这种古镇风格的小伙伴们可以过来看一下。 那即使是节假日在这边走走,人也是非常少的,是一个非常冷门小众的一个古镇。 带娃过来散步捞鱼都挺不错的。 那么在旁边这条街上还有一家卖豆腐非常有名的店。 沿着这条小巷往前走走呢,右边有一个小公园。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路牌。